各位朋友大家好 上角今天要跟大家讲 关于 菠菜 很多时候菠菜人们认为 它有很多铁质 补铁就最好了 其实是不是呢 其实真正来讲 根据于康教授他说 菠菜的补血效果 其实 不是那么理想 因为菠菜里面所含的铁 是非血红素铁 这个非血红素铁 人体对这种的吸收率是很低的 其实我们的 食物之中的铁分为两种 一种就是血红素铁 一种就是非血红素铁 血红素铁 就是容易被我们人体吸收 主要存在动物的肉里面 特别是红肉 和肝脏的血液里面 而这个的植物性食物 好像豆类 菊类蛋 这些的铁质 一般都是非血红素铁 不容易被我们人体吸收 如果你说作一个比例来说 动物性的食物的血红素铁的 吸收率是有10分的话 植物性的铁里面的 吸收率 是不到1分 是0点多的 所以植物和动物的 吸收率是相差 十几倍的 而菠菜里面的铁的 吸收率 理论上比其他 植物性的食物里面的 非血红素铁的 吸收率 更加低 为什么 因为它有草酸 草酸是会影响 铁的吸收 同时 菠菜本身的含铁量 也不是那么高 所以真正来说 菠菜本身 补铁效果 不是那么理想 虽然你说 补铁效果不是那么理想 但是 它有 维生素C 很多 这个维生素C 对于铁的吸收是有 足迅的作用 所以 如果你用菠菜来 滚 这个 猪润汤 它真是可以帮你吸收到铁的 但是 先缺条件 一定菠菜要在水里面 撮它一分钟 这样就可以将 80%的草酸 除去了 不用这些水再重新煮那些 再将那些猪润和菠菜再滚汤 这个的营养就很足够 这个的营养就很足够 铁质又可以吸收多些 因为草酸去除 那么 维生素C 可以帮助铁的吸收 这个汤就可以补铁了 这个汤华人妇女都可以合饮 因为草酸已经去除了 而菠菜 它有叶酸 而叶酸是对 拖而发育的必须营养素 所以大家现在了解了菠菜的 怎样烹调能够最得益 那你以后就可以真的用菠菜来帮你补铁了 多谢你们收听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